可以报告我们的研究生 可以报告我们的研究生 这秘书可以报告中文研究生 这政府发文必遭天前 我们刚才说到那种假古董什么 我讲起来就是 前阵子不是闹几个地方在抢个人 自己是西门庆故里 小说 我跟你说 这就现在都写了一个热词了 叫文化啃老 就全中国规模的 现在各地都在文化啃老 就是这种 你知道我收集的语文 徐老师平常很多的黑的意思 最近打官司 湖南凤凰 告四川穗宁侵权 索赔三个亿 为什么呢 四川穗宁市的旅游宣传词 跟湖南凤凰古城的宣传词 雷同 这件事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扬 凤凰古城有一句宣传词叫什么 为了你 这座古城已等了千年 然后四川穗宁的是 为了您 这座城市等待了1660年 记者获知凤凰古城 欲将遂宁告上法庭 索赔三亿元 一旦立案 这将是我国旅游文化产业 目前为止 涉及金额最大的一起 侵权官司 你说中国现在 我就觉得我们的孩子 在一个什么样的视觉感官下长大 反正也没人担心了 就是盖很多 该不盖 盖不去讲他 但有些值得保留的 却要拆 你听说没有 重庆有一个文革武斗死的 很多中学生物的固定 但是现在其实很极有 那是个偶然机会保留下来 上面都有为毛主席革命路线 什么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据说现在要发展地产 要把这个目的要铲掉 我觉得这种东西 那真是 你说这个 他觉得大概还有点这个伤痕 他也想忘了 那还罢了 但有些地方荒谬到什么程度 我最近去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最近老说自己要文化历史 要搞文化 宣扬自己有这个文化 那个文化 结果是去年我还看到 他有一个差不多明清时代的一条老商业街道 房子不一定是那个时候 但这个格局规模没有变 现在整个拆了 然后盖了一堆三四层楼的 你觉得是很古怪的 就访这种外国人访中式建筑 然后就海洋公园后面那个送接 没错没错 那些市的领导呢 有些官员呢 什么看到的时候还跟我讲文化底蕴 我今天在中国最烦的四个就是文化底蕴 每个城都跟我讲 他们我的扫 他们发什么屁 什么文化底蕴 你们这些这帮人 女性的年度也跟你很有文化底蕴 我烦死了 每个城市都讲这些文化底蕴 然后拼命的就真的把这些 所有的就拆光 那不就搞砸 我比如说我去到有一些地方 比如说去西安 前一阵子去西安 有一个部分我真的很失望 就是以前我对现在印象非常好 但他现在居然在大慈人寺大雁塔 你知道那是千年古煞 玄奘法师易经的异常 门口那道街变成酒吧一条街 然后半夜的时候 他外面晃那个灯 然后讲的什么文化公园 什么那个灯照的那种感觉 觉得像跟拉斯维加斯那种灯很像 然后这也叫文化底蕴吗 然后又比如说又去一些古煞 那个古煞门口 现在都被搞成旅游景点 放两个连座 那连座是干嘛 是佛陀做的那种连座 对 放了两个宝座 原来是让游客坐上去扮佛陀拍照 你想象一下 这相当于在欧洲一个有千年历史的天主教堂 把那个十字架卸下来 让游客上去装耶稣 对 这怎么搞的 这个国家我们今天怎么回事啊 我跟你说 我那天看见新闻 可能就我不知道啊 这个这个我没考证啊 就说不是到处有这个某某到此一游吗 某某到此一游吗 说居然你都想不到 说故宫太和殿的匾额 三十米高的匾额上 都出现了到此一游 这是当年那个四娘干的 我看怎么写上呢 所以大家都担心什么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其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早就开始了 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现 对 你想你担心的事情不出现 你没想到的事情就会出现 对我跟你说 你这种形式 你就是把明清的街 以这种方式拆掉了 我就我已经讲 我这还有数字呢 近期你说一方面我们这个文化啃老啊 都拿都想赚祖宗钱的 可是另一方面呢 又在毁祖宗的东西吗 这近期全国到处爆出毁疑的新闻 文化部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安徽宗安徽四县的世家寺被毁 原址通过竞价拍卖成了当地的帝王 江苏镇江13座送原粮仓啊都入围2009十大考古发现了 最终还是被毁了 被谁毁了呢 被毁于叫如意江南的楼盘开发 2009年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超过三万处三万处登记在册的文物消失了 大部分都是不可移动的文物 这就是咱们现在的发展文化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跟你说这几年啊 我去很多城市啊 越跑越伤心 越看越难过 我真的常常觉得今天的这一刻的中国 是我们过去历朝以来最没有文化的年代 起码以前啊 因为今天比如说你看那些官员干部爱搞什么就搞什么 以前的官员干部当然也爱搞什么就搞什么 那以前那批呢 起码呢 写字的 读书的 考过试的 就有一种基本的一种读书人的品位要求在 那今天这个已经完全沦丧了 所以我猜啊 就是我们其实干脆我们不要搞什么 真这个西门庆故里的大家 我们全国统一起来 申请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说我们是西门庆故国 然后呢我们推广西门庆文化 什么西门庆文化 比如说家家户户以后不挂风铃挂勉铃 卧房里都摆个秋千架 哎呦我跟你说我去过一个山 然后全国盛产葡萄 我去过一个我去过一个山 真女儿都叫平儿是真的有啊有啊我去过我去过一个山 彭祖姓文化山呢 你知道古代有个神仙叫彭祖 对对对八百岁 那个山打出的女友情号就是彭祖房中树啊 我一听很兴奋 我就参观嘛哈哈哈哈哈哈 我什么叫彭祖房中树呢 哈进了那个纪念馆啊 其实就是几个啊那个浮雕 我不知道他也不可能是石雕 大概就是木板子骨 反正一面骨出来的那种雕 雕吧 雕的都是什么呢 就彭祖房中树 我就看见啊 春宫 但是他也不敢真的漏的 咱们还扫黄的嘛 他也不敢漏三点 于是他就搞出一些啊 这个彭祖是个什么呢 就是求人 然后那个肌肉求结 这么一个老头摁着一个女的俩大腿 哈哈哈哈 就老汉推车 好假的 是说哎呀 这彭祖房中树 就说这就是彭祖当年 这文化开发 这文化底润太神啊 然后这个就跟你聊 哈哈哈哈哈哈 这么叫彭 说说这个彭祖当年就爱找处女 哈哈哈哈 说找处女啊 彭祖能活八百岁 哎呀 我说这也是旅游 所以我说有啊 你叫西文庆 干什么 哈哈哈哈 不过我想这个现在看不到 反三数也反三 没有 这个 没有他他他是在这个 人家是文化 这世界上多少事情 用你的名义而行啊 文化文化 你知道就是而且你看咱 咱就这照片才不好出了 某省某市某法院门口挂着辟邪保健 然后某省某县国土资源局门门口 这个 箱着箱着八卦 你知道 你说你必须要晓得 我就现在发现了 这个呃 咱们中国是可以谅解的 因为我们是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 人口最多呀 这容易不靠谱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 这你历史这都是个别事件 对不对 人体而言 不是 你要知道人类的教育水平有限 对吗 像你们这样能受到高等教育的人 在人类当中还占少数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 你比如好多县乡镇这一级的 他这个文化水准呢 你比如说你你你咱就知道那个新闻吧 两个县高速公路过来 这个县呢 画了一个画就是射箭的 你知道吗 射箭那个县的领导就觉得破了我们的风格 风水 所以这个县呢 就在那个高速公路交界处也画一个盾牌 我们给挡住 哈哈 但你说你说啊 这种地方上啊 这个文化水平有限 你解决你是决定这些事呢 不就地方代步吗 地方代步是党员吗 党是我们先锋了 是人民中的精英要领导我们的 他应该比我们更有 当然一直在加强自身建设 这个就是 对对对 这批克大部分是比我们的说 这里我不见了 什么东西 买故事 这就很快 转弄就